哈囉大家好我是黑皮 歡迎來到鐵道吧第36集 在各個台灣的鐵道建設中 最近不斷要上新聞版面的焦點 無非就是高鐵宜蘭站的車站選定 在高鐵方案取代原本的台鐵北宜直鐵規劃後 預計行車時間以從直鐵方案的47與37分鐘 大幅縮減到17分鐘 在2019年底 交通部鐵道局大致確立以高鐵延伸取代北宜直鐵作為方案 同時配合高鐵延伸屏東 東部快鐵與南迴快鐵的計畫 達成西部高鐵東部快鐵六小時環島的構想 高鐵延伸宜蘭初步提出了三個規劃方案 並以不通過集水區的A案作為優選方案 不過相較於路線方案 在大眾眼中更關心的 無非就是高鐵宜蘭站蓋在哪 究竟是四城、宜蘭、縣政中心還是羅東呢? 今天的影片將詳細地分析各高鐵站值的可行性 與詳細的車站配置規劃 依照平日台灣北部縣市 前往宜蘭的屢次目的地 最多的是礁溪 再來是宜蘭、頭城、羅東 之後才是其餘等等鄉鎮 其中南陽西以北大約占61.1% 西南則占38.9% 而若是從家人來看 西北的需求又更為龐大 來到62.4%的更高需求量 在2020年交通部辦理其中報告時 便把四城、宜蘭及縣政中心作為候選的站點 此舉因此引發南陽西以南的居民與政治人物不滿 在同年9月 多達71位明代連署向中央陳情 爭取高鐵設於西南 讓宜蘭縣均衡發展 後來納入羅東作為站址之一 形成四個候選站點的方案 然而台鐵羅東站附近腹地狹窄 涉及過多的房屋拆遷 而且如果要做到站體供購 周遭鄰近建物都會受到龐大的影響 加上附近的光榮北路高架橋 是羅東兩大外環道之一 為宜蘭交通的重要幹道 如果後需要是座高鐵羅東站 此外環道也很可能面臨拆除的命運 而且羅東後站的土地零碎 並非公家所有 連羅東轉運站都是縣府 向私人土地租借興建而成 因此目前正在興建新的轉運站 完工後會遷移至更往東的位置 除了土地並非公家所有之外 羅東方案較難服務前往宜蘭西北的主要客群 因此後續中央政府與宜蘭縣政府 仍然以北邊的三個候選站點作為主要的方案 首先是最北邊的四城 如果採用四城案 高鐵車站將會設於台鐵四城站進行共戰 並將串連至國道5號的無暖路 拖寬至40公尺 未來高鐵站將以北邊的德茲口溪 與東邊的無暖大牌包夾的區塊作為高鐵特定區 在車站的規劃上 會改建現有的平面台鐵車站 並興建高價的高鐵車站 透過穿堂層來穿接兩月台 台鐵及快鐵基地將設於高鐵月台下方 高鐵基地則設於北側 四城方案的區段徵收總面積為385公頃 拆遷初步的樓地板面積約為6.4萬平方公尺 共573棟 再來則是宜蘭方案 宜蘭方案計劃與台鐵共戰 台鐵快鐵與高鐵基地 將設於北邊的四城 將踩高鐵車站在上 台鐵車站在下的共戰模式 後站的退輔會公有土地 也將配合進行大規模開發 部分挪作連開大樓使用 然而此處同時有宜蘭鐵路高價化 快鐵與高鐵計劃 三計劃未來拆遷的土地總面積 最後的縣政中心方案 台鐵與高鐵將高價共構三公里 未來宜蘭鐵路高價化計劃完工後 台鐵也將增設縣政中心佔於此 高鐵基地將設於南陽溪的北側 台快鐵基地則設於四城 高鐵特定區將位於 女中路與台九線包夾的區域內 區段徵收的總面積為340公頃 拆遷初步的樓地板面積約為38.52萬平方公尺 1180棟 了解四個方案之後 我們來看交通部與宜蘭縣府 態度選擇的轉變吧 在2020年底 禁要交通部與縣府評估後 縣府建議以縣政中心 作為高鐵宜蘭的場站 縣府選擇縣政中心的理由 是認為此處的公共設施完整 而且附近有宜蘭科學園區 有利引進產業進駐 縣府表示 由於宜蘭及蘆東站的發展腹地受限 四城及縣政中心站 周邊大多是非都市計畫區及農業區 比較適合做高鐵場站開發 其中又與縣政中心的公共設施最為完整 最後脫穎而出 而版主認為縣府除了上述原因之外 最大的考量仍然是宜蘭內部 存在的蘭陽西北與蘭陽西南之爭 宜蘭西北西南的競爭 就有如桃園市的桃園與中壢競爭一般 因此高鐵鎮的選擇不能得罪任何一方 是蠻大的關鍵 在西北宜蘭西南羅東的競爭之下 選擇宜蘭會引起西南的不滿 選擇羅東又會引起西北民眾的不滿 縣政中心可說是西北西南都不是最滿意 但是兩邊卻都最可以接受的結果 因此縣政中心就得以脫穎而出 成為縣府的主選方案 而且縣政中心不管是到宜蘭還是到羅東 都在5公里的距離內 又位處整個宜蘭縣的相對地理中心點 蠻有潛力達到像高鐵台東站一樣 同時吃下台中市與彰化市客源的效果 加上縣政中心離兩城市的距離都只有5公里 比高鐵台東站離台東市區與彰化市區的10公里半近 又真正少了一半 縣政中心除了地理位置優勢 還有宜蘭科學園區與大規模高鐵站區開發的加持 如果有做好接駁的規劃 會是蠻有潛力的站點選擇 而宜蘭部考量前往宜蘭的旅策仍然以西北為主 且宜蘭案具有位處市中心的地理之便 因此宜蘭也是宜蘭主要考慮的站點 然而在2020年底 縣府送交受贊於縣政中心的公文給宜蘭部之後 在2021年初開始 秦氏接近出現了轉彎 首先在2021年2月 時任的宜蘭部長林佳龍 縣氏表示了縣政中心只是選項之一 並認為除了專業的意見之外 名義也非常重要 在3月時 鐵道局表示 預計4月完成高鐵延伸宜蘭一階段的環評 並敲定宜蘭的站址 然而在今年4月時 交通部長從原本的林佳龍換成了王國才 原本醜得沸沸揚揚的宜蘭高鐵新聞 因此暫時沉疾 在今年7月 交通部長王國才聽取高鐵宜蘭站 評估簡報 並預定7月底前敲定站址位置 然而遲至月底都還沒有結果 在今年8月 原本力挺設站縣政中心的縣長林姿廟 態度突然轉彎 表示尚未收到交通部明確的設站地點 但會尊重中央的專業 縣府會繼續爭取 不管設站在哪 只要到宜蘭都歡迎 縣府交通處也說 之前縣府建議在縣政中心 是有一些考量 但地方上有很多意見 且中央在推動整個案子的進度 跟原先預計的有些落後 縣長基於高鐵能盡早來到宜蘭 期望盡速核定站址 也就是說 雖然縣府仍然建議設站縣政中心 但還是尊重中央的考量 在8月中時 有關宜蘭端點的暫時評估 鐵道局就綜合考量開發潛力 民眾轉成便利性 拆遷需求 與鐵路高架工程建議點因素評估 重點轉為四城與宜蘭這兩個方案 交通部長王國猜說 四城站周邊有很大的附近能夠開發 對城市願景比較有想法的話 選擇在此設站比較合適 讓高鐵進到宜蘭後 能夠為當地帶來不一樣的發展 而如果要強化宜蘭舊市區的發展 提升運輸的便利性 樂在宜蘭站設置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在同月19日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考察宜蘭地區的交通建設 政務次長胡香林指出交通部立場 確實是選四城站 這是工程拆遷量地區性發展整體評估的結果 在後續交通部釋出的新聞中 也大多改以四城案進行評估 交通部立場的突然轉彎 在此版主推測是因為四城站 是最省錢且最省事的方法 在高鐵站方案中 四城方案的建設成本為1650億 比其他方案的建設經費都低上許多 而且路線長度最短 加上其他方案都要處理與宜蘭鐵路高價化的工程銜接問題 因此工程作為省時且方便 加上配合交通部的西部高鐵東部快鐵計畫 如果設佔於四城附地廣大 可同時將高鐵與快鐵基地設於此處 便於調度與維修 未來新市政可開發的土地也相當廣大 為了後續高快鐵銜接 工程難度、施工時間、經費與未來新市政的開發考量 使交通部的態度轉為支持四城案 不過在此版主也認為 交通部在四城案的消費分析上過度誇大了 首先雖然交通部表示高鐵宜蘭案的市區拆遷要69棟 然而實際上有32棟 為台鐵或快鐵工程所需要 僅算高鐵造成的拆遷實際僅有37棟 加上報告中顯示四城的開發淨收入僅有83億 而宜蘭案為164億 四城案的淨收入為三案中的墊底 而且四城案的地上物拆遷補償每戶每瓶僅3.3萬 似乎有受到低估的傾向 依照近期桃園航空程 拆遷實際補償為每瓶10多萬元 如果四城站拆遷比照真實價格 新增的拆遷費有蠻大機率 將使四城案的總建設經費高於宜蘭案 而且選擇四城案 未來如果要延伸花冬 將要負擔比現在更多的成本 因此四城案可能是最省事 但未必是最省錢的方案 雖然在高鐵各方案的地方意見上 選擇四城案只有交席廂長支持 而不管是宜蘭案有宜蘭市長江聰源 民進黨宜蘭縣黨部支持 縣轉案有宜蘭縣府 前代理縣長曾經得支持 羅東案有游錫坤 羅東正代表主席李錫青 加地方勢力的支持 明顯聲勢都多過四城案許多 但是高鐵建設 須有中央全額支出 因此不必太過重視縣府的意見 加上宜蘭縣府也期望高鐵 儘快落成於宜蘭 因此對於中央決定的站址 也轉成較為觀望的態度 以目前發展來看 各方面較為弱勢的羅東 可說是大致出局 雖然縣政與宜蘭仍然有納入考慮 但是從宮崎與仙街東部快艇來考量 選擇四城仍然是比較可能的結果 不過高鐵延伸宜蘭 能否解決國道5號的塞車問題 可能也是個疑問 雖然北北基桃大都會區 有高達900多萬的人口數 使假日通往宜蘭的旅客數 時常爆滿 讓雙向四車道的北宜高 常常呈現紫爆的情況 但是宜蘭的本地公共運輸並不發達 前往宜蘭遊玩的旅客 大多仍然以自駕車的小資旅遊為主 與高鐵搭乘目標族群的商務旅客 仍然有蠻大的差異 因此能否真正轉移國道5號的龐大車潮 也將成為一大考驗 後續在未來戰時的選擇上 如果宜蘭或羅東確定出局 剩下的憲政中心與四城 能否做好接駁的運輸任務 也將是高鐵延伸宜蘭成功失敗的關鍵之一 雖然高鐵站的四選址 在最後一刻前都不會有真正的答案 但不論是哪個方案 絕對都會有各自的利弊與需要改善的劣勢 而依照目前高鐵延伸宜蘭的進度 等在綜合規劃合定後 還需花費10年多的供期 極可憐的二階段環評 如果無法決定站止 就將會使綜合規劃的進度造號卡關 更將進一步導致高鐵延伸宜蘭的騎乘拖延 關於四城、宜蘭、千層中心、羅東四個站點 大約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各位在留言處告訴我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一個喜歡加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分享到所有在宜蘭的朋友們 然後才不會錯過高鐵延伸宜蘭的最新資訊 那最後呢也可以去發到我的IG 才不會留下芯片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